米洛提琪 左与波提斯 美联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公牛蒙特内哥罗级常人米洛提琪 迈克勒米洛提琪 日前与队友波提斯 Bobby Portis 在练习时爆发冲突 米洛提琪脸部遭殴打导致骨折 并有脑震荡的情形 目前归其未明 而他也向公牛球团放话 他与波提斯之间只能选一人 如果要留下的不是他的话 欢迎球团交易他 波提斯日前练球时 与米洛提琪发生口角 当时波提斯朝米洛提琪脸部挥全 造成米洛提琪脑震荡 脸部骨折 肇事者也因此遭到竞赛霸场 波提斯曾在媒体上公开致歉 并愿意与米洛提琪喊好 但受害者则坚持不接受道歉 也不愿意接波提斯的电话 据ESPN报导指出 米洛提琪团队表示 如果球团要留下波提斯的话 米洛提琪愿意放弃 不得交易条款离开公牛 他寄钱与球队签下两年2700万美元的合约 不得交易自然而言 全部跟长花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